《萨日娜》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人生和其他女演员有很大的不同 毕业六年没有演戏 全靠丈夫帮持 在她成名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故事 早年间 娱乐圈里的女演员很少有结婚生子的 要么是只谈恋爱不结婚 要么是结婚后选择 丁克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结婚后生儿育女隐退娱乐圈 而且其中以舞蹈演员占比最多 影视剧的演员占比也很大 但是萨日娜却和她们完全不同 她在22岁结婚 31岁生女 从此之后踏上事业的上升期 成为受观众欢迎的好演员 她与丈夫潘君是大学同学 两人都是上系的学生 并且成绩都非常好 在大学毕业时 潘君因为视力问题导致体检不合格 差一点被退学 可她是童星出身 享有名气 再加上在校期间成绩优异 最终被破格留在学校 只是身份变成了旁听生 要知道旁听生是没有毕业证的 只是允许她可以进入学校跟着学习而已 因为身份的转变 以前的同学都不想和她一起组队排练 怕影响成绩 而萨日娜却反其道而行 不介意她是旁听生 经常和她组队 在当时萨日娜的成绩可是搬离数一数二的存在 有了她的支持与帮助 潘君的成绩也名列前茅 因为两人时常相处在一起 在懵懂的年纪 他们互生情愫 成为了恋人 这时她才17岁而已 即使面临被称为分手季 的毕业季也没有让两人分开 感情十分纯洁真挚 之后他们凭借着出色的表演能力 获得了老师的认可 经过校方的争取 再次破例给潘君发了毕业证 还把她分配到总政话剧团 而萨日娜同样被留在北京 在总工会话剧团工作 他们以为从这样的起点出发 会有好的结果 但没想到的是萨日娜因为外貌不够出色 被质疑能力而被调去山西大同的矿物局当工人 那段时间她只能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的同学 在参加各种表演 她却连一个上台的机会都没有 一年后她被调回话剧团 她的岗位发生了变动 是接待岗 然而因为形象问题她再次被调岗 每天的工作是帮人跑跑腿 做一些打杂的事情 在她最难的时候 潘君的单位正好准备给已婚夫妻分房 这个消息让她产生了结婚的想法 她把消息告诉萨日娜后 两人商量了一下就定下要结婚 因为时间仓促 他们婚前只买了一个八元的婚戒 另外交了二百元的罚款 就领了结婚证 由于萨日娜当时二十二岁 未满法定年龄就被罚了钱 所以他们婚后过得有点拮据 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 一起奋斗事业 只是他们都没有想到结婚五年后 萨日娜的事业才渐渐有了起色 这么多年过去了 萨日娜依旧没能登台表演 她日渐灰心 想要转行 但是潘君一直支持她 平时留意着团里的机会 经常让她去试镜 可惜的是 几番努力后仍没有结果 她依旧没能出演任何角色 直到1995年 毕业六年的萨日娜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机会 电视剧《牛玉琴的树》 需要一个能去沙漠地区的农村进行拍摄的女演员 那时团里的女演员不想去那么艰苦的环境 纷纷拒绝了邀约 只有萨日娜积极主动地去试戏 一点了不怕苦 不怕累 最后就定下她出演剧中的主演 《牛玉琴》 这部电视剧播出后获得了飞天奖 随之她名气大涨 戏约不断 另外她还出演了《午夜有鬼电车》 并且凭此剧掌获电视节的最佳女主角 之后的几年 她的发展非常的好 参演的作品口碑与收视率都很好 不过 有一件事情是他们两个人的心病 1998年 萨日娜已经30岁 生孩子的事情成了家里的大事 她的丈夫非常想有一个孩子 但是她的事业却刚刚起步 两个事情发生了冲突 他们商量了很久 最后还是决定先上孩子 1999年 两人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为香香 一年后 恢复身体的她和丈夫商议 到底由谁来带孩子 这个问题光呼到萨日娜能不能再出来演戏 潘君是一个有担当的人 她在话剧团也有很好的前途 但是为了让萨日娜能实现理想 她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但是她留在家里带孩子 做家务的次数更多一些 约等于放弃了事业的发展 试问哪个男演员可以为了家庭而牺牲 两人做好决定后 萨日娜便重新踏上征程 为了自己和丈夫 更为了女儿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她重返剧组后对待工作更加认真了 也是这样的态度 让她参演了众多影视剧 《大染房》 《闯关东》 《小姨多贺》 《人世间》等电视剧 都是她的代表作 她的事业发展非常的顺利 几乎每年都在拍戏 作品既多又经典 即便如此她仍有一个遗憾 成名后的萨日娜曾经在一次采访中 透露了令她遗憾的事情 就是因为工作没有时间陪伴女儿的成长 在女儿小时候 她有一次拍戏时间有点长 等回到家的时候 女儿都不认识她了 纵然之后 她们的母女关系有所缓和 但女儿还是和潘君关系更加好一些 人生总是这样 有一些遗憾的事情 不过 希望大家都能通过努力 尽力弥补自己的遗憾 不要终生悔恨 接下来说 被萨日娜惊艳了 穿民族风长裙 高贵大器 虽发福满身 却是优雅气质 我一直很喜欢看时尚杂志 里面的名人都穿得很漂亮 让我眼花缭乱 可是今天 我遇到了一个比他们更让我惊艳的人 萨日娜 她穿了一条民族风的长裙 看起来好高贵 好大方 虽然她不是很瘦 但是她的气质真的很优雅 她的长裙上有很多时尚和个性的元素 让我觉得她很有品位 也让我对时尚穿搭有了更多的想法 萨日娜的长裙就像一幅美丽的画 上面有很多民族的图案和刺绣 颜色很鲜艳 很有深度 看着很舒服 也很有冲击力 裙摆很宽 很飘 她走路的时候就像仙女一样 有一种神秘和魅力 我仔细看了看萨日娜的长裙 发现上面有很多细节 都很精致 很有特色 裙摆的边上 有很多花草的刺绣 每一帧都很用心 很有技巧 裙身的部分 也有很多民族的元素 让整个裙子既有历史和文化的味道 又有时尚和个性的感觉 尽管萨日娜的身材略显风雨 但她展现出的优雅气质 却令人印象深刻 她挺拔的身姿和从容的步态 透露出一种内在的自信和风采 让人仿佛忘记了体态的大小 只专注于她所展现的美丽与魅力 与传统的时尚穿搭相比 民族风的长裙 更注重舒适与自在 裙子的宽松设计和轻盈的面料 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由与放松 让身心得到了彻底的放松 这种舒适感不仅体现在穿着上 更体现在整体气质和心态上 使人散发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萨日娜的穿搭风格 不仅仅是简单的时尚搭配 更是一种对个性和文化的诠释 她敢于突破传统的界线 将民族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穿搭中 展现出了独特的审美观和品味 这种穿搭哲学告诉我们 时尚不应该局限于表面的华丽 更应该从内在的个性和文化积淀中汲取灵感 打造属于自己独特的时尚风格 在时尚的世界里 传承与创新始终是永恒的主题 萨日娜所展现的民族风穿搭 既传承了历史文化的精髓 又赋予了新的时尚内涵 这种传承与创新的结合 不仅丰富了时尚的多样性 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穿搭灵感和启示 在时尚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是一位独特的演员 每一种风格都是一种独特的表达 萨日娜所展现的民族风穿搭 不仅仅是一种时尚搭配 更是一种对个性和文化的诠释 它的穿搭哲学告诉我们 时尚不应该被局限于外在的华丽 更应该从内在的个性和文化积淀中汲取灵感 展现真我风采 因此 让我们从萨日娜身上汲取勇气和启示 勇敢地追求自我 敢于突破传统的界限 展现独特的个性和风采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 无论我们的体态如何 都应该相信自己的内在美和独特魅力 因为真正的时尚 不是追随他人的脚步 而是勇于展现真我 敢于做自己 愿我们都能在时尚的舞台上 以真实的姿态 绽放自己独特的光芒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